這波由過經免錢引發的中國熱 讓西方精心編織的板花宣傳 瞬間破防了 我們中國新山樣 建立在製造業巨大的規模 和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之上 什麼特定的方法 要讓俄羅斯的商業 提供新興建立新的組織系統 這就是中國 聽張維維說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就是中國 讓我們一起在這裡讀懂中國 也讀懂世界 這段時間 中國針對54國的公民 推出了144小時的 免遷過境的政策 一時間也是吸引了 許多海外遊客 在海內外的互聯網平台上 中國成為了一個熱詞 而在這個中國熱的背後 人們還在討論的是 中國模式熱 今天演播是兩位嘉賓 一位是復旦大學 中國研究院的院長 張維維教授 歡迎 同時我們也請到了 中國研究院的吳興文教授 歡迎 好 我們接下來 把演講的時間 交給兩位教授 稍後我們開啟現場討論 有請 近期中國對許多國家的公民 推出了144小時的過境免遷 也就是6天 這樣一個免遷政策 吸引了大量的海外遊客 來中國旅遊打卡 這些遊客居然發現了一個 與西方媒體描繪的 完全不一樣的中國 他們把在中國拍下的視頻 紛紛投放到海外的社交網站 許多在有 《China Travel》標籤的視頻 很快就火遍世界 那西方沒有想到 就是一個小小的 六天的過境免遷 竟然讓西方精心編織了 數十年的反華宣傳 和信息減防 瞬間破防了 正如我們在這個節目中 多次提到的西方媒體 醜化中國已經到了 無以復加的地步 以至於中國習以為常的 任用而不決的 許多的身邊小事 就足以使許多老外 禁掉瞎巴 比方說在中國 女孩子可以 凌晨在街上閒逛 中國隨時都可以 用手機拍照 不用擔心手機被人搶走 中國地鐵乾淨便捷 比較像紐約地鐵的 髒亂差 坐高鐵舒適平穩 快速方便 現在可以在高鐵上點外賣 中國這麼多快遞 放在那兒沒人偷 不像美國現在大操水店 洗髮水啊 漱口水都要鎖在箱子裡 鎖在櫃子裡 中國城市時尚 安全 繁華 一個上海的高樓大廈 比整個美國東部都要多 中國各地的美食之豐富 大的菜系就有八個 各種地方特色美食 根本吃不完 實際上六天 游遍一個國家是常態 但在中國連北京等 一個城市旅遊時間是不夠的 中國的自然美景實在太多 一個中國那些美的不像真實存在的地方的視頻 獲得四千多萬的播放量 當然還有中國科技太先進 老外全力盛傳 你只要下載三個APP 支付寶 微信和美團 去哪兒都沒有問題 有人說來中國之前 只知道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國家 來中國後發現中國還是一個十分現代的超級大國 有人說我們政府說不要去中國 我們的媒體說中國風險很大 你可能被當作間諜被逮捕 與長期被灌輸負面的信息 很多外國遊客抵達中國前 都有某種焦慮或者不安 但一到中國的機場 就意識到自己進入了真正的現代文明 這裡不僅有最現代的硬件設施 還有高效便利的通關和開放自信的笑容 老外親眼的所見所聞 有視頻有圖片 加上觸動人心的許多感言 常使看視頻的中國人感觸良多 真是自由國外大陸為我變精 外國人來中國後實話實說 西方長期善悟的謊言就被揭穿了 中國公知長期編造的西方神話也不攻自破了 一條受到點贊最多的評論是 你越探索中國就越明白 西方主流媒體就是笑話 我早就說過一出國就愛過 這針對多數中國人的 現在老外一來華就愛華 這針對多數老外的 今天中國就是這樣一個 既古老又年輕 既傳統又時尚 既中國又世界的神奇的國度 一個十分精彩的文明型國家 這波由過經免前引發的中國熱 不由使我想起一個報導 一位名叫阿諾·貝特朗的法國企業家 去年4月在美國參加了一場 關於中國模式的辯論會 在辯論中 他通過自己在中國生活七年的經歷 表示中國治理模式 給中國人帶來了穩定 繁榮和更多的自由 他說在美國 大家有隨時隨地 隨行所欲 獨自散步的自由嗎 他拿出數據 在美國一個人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概率 比中國要高出70倍 這種免於恐懼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他認為中國制度和模式是獨特的 他以中國消除了極端貧困 保證了每一個中國人生活的安全 為中國提供了穩定的發展環境 還帶來了持續的繁榮和人民生活品質的提高 最終保證了中國人獲得更多的自由 波蘭前副總理科勒德克不久前在一次研討會中也指出 西方的這個極化政治造成了自己國內的社會分裂 國際上也充滿了對抗 而中國人民 中國政府領導人 中國商業領袖和中國學者 提出一種讓大家雙贏共贏的模式 所以這個中國日與中國模式 今天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現 今年上半年我先後三次訪問了俄羅斯 這個中國模式也在俄羅斯湧現 那麼中國製造的手機 汽車 家電等等 隨處可見 他們的品質得到廣泛好評 蓋勒普最新發表的民調顯示 83%的俄羅斯人對中國持有正面的看法 而且經歷過蘇聯解體的55歲以上的俄羅斯採訪中 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的比例只有8% 普京總統近來更是多次公開讚揚中國模式 順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開幕的6月5號那一天 普京總統與參加論壇的國際新聞機構負責人 進行了座談 他這樣說的 我們為中國感到高興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許多領域內取得的 成功感到高興 其中包括太空領域 這些都是獨一無二的 他還說這些都表明中國成功地創造了非常獨特 而且非常高效的經濟發展模式 比美國模式更有效 這一點已成為俄羅斯專家的普遍共識 他還指出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 試圖阻礙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他這樣說的 總的來說中國經濟非常可靠 而且正日益發展為高科技經濟 在我看來美國和某些歐洲國家 想要試圖以某種方式限制中國經濟的發展 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因為在我看來要想取得成功 就需要適應這種進程 而不是試圖加以阻止 普京還批評了西方的所謂中國產能過剩 他說純屬無稽之談 他說講這些話的人認為自己是相信市場 是市場主義者 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們難道不知道是誰決定了生產 是否過剩嗎 是由市場決定 如果中國生產一定數量的汽車 而市場可以全部加以消化 那算什麼生產過剩呢 在論壇的最後一天 普京總統發表了長篇演講 主要舉教俄羅斯國內的經濟發展 但是那個主持人問了他一個頗為尖銳的問題 他說現在俄羅斯準備採用什麼經濟模式 會不會採用叫威權社會主義性質的資本主義 普京沒有直接回答 他這樣說的 他說我不久前講過這麼一個觀點 我們應該關注全球正在發生的事情 比方說許多專家都認為 中國經濟模式比至今存在的各種模式 包括北美模式和歐洲模式更有效 我贊同這一評價 情況的確如此 所有的經濟數據都顯示著這一點 中國模式根據中國的條件 結合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長處 他笑著說 我們不少人把經濟學看作科學 我看它更是藝術 一種模式一定要適合一個國家自己的現實 歷史 文化和社會狀況 實際上不存在 可以用於所有國家的單一的標準 任何國家都不能機械僵化地照辦其他國家的模式 那麼在這之前5月28號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考也公開讚揚中國模式 他引用普京總統的話說 中國知道如何進行規劃和管理 這是中國經濟成功的原因 那盧卡申考說 這也是白俄羅斯應有的發展方式 他說西方標榜的所謂自由市場 其實並不存在 他們利用美元控制世界 為所欲為 盲目私有化就像一個定時炸彈 如果沒有一定的規劃和管理 這個炸彈隨時可能爆炸 那麼對中國模式頗有研究的俄羅斯學者 Yuli Taflovsky 去年12月19號 在俄羅斯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發文 他這樣總結的 中國成功的秘訣包含三個要素 國有經濟 市場經濟和穩定的執政黨 其中執政黨負責協調前兩個要素的協作 以服務於整個國家的利益 軍工 自然壟斷的行業 運輸 能源 基礎設施 主要銀行以及教育和醫療體系 是國家擁有的 同時民營經濟為國家貢獻了60%以上的 國內生產總值80%以上的 城鎮勞動就業崗位和50%以上的稅收 他還特別講這個觀點 就是說是自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以來 大部分俄羅斯人放棄了 與西方保持平等互利共存的幻想 自由資本主義思想在俄羅斯逐漸邊緣化 抱有這種思想的人開始喪失自己在媒體 文學和藝術中的話語主導權 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興起 以日即正 一些民意調查表明 約50%的年輕人希望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 蘇聯時期的電影 音樂 有關社會主義時期的軍事和經濟的勝利 以及蘇聯解體的原因等等的出版物 越來越受歡迎 同時中國商品 尤其是中國汽車 大量游入俄羅斯市場 引發人們對社會主義效率問題的思考 它們優良的品質 改變人們過去對中國商品質量的 刻板的印象 啟發他們對中國特殊社會主義的 效益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被西方媒體稱為普京大腦的 俄羅斯哲學家杜金教授 非常感謝我們中國研究院 2018年邀請他來訪問中國 作為訪問學者 在中國待了一段時間 使他完全改變了自己過去對中國的看法 他上世紀90年代曾擔心 中國擁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 會放棄中國自己的傳統和社會主義思想 但他在中國的實地考察和學術交流改變了它 他發自內心認為中國模式成功了 中國走出一條既不同意蘇聯道路 也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成功之路 他以高度評價我提出的文明性國家理論 並主動把它介紹到俄羅斯 他多次指出現在普京總統公開表示 多次表示俄羅斯是一個文明性國家 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學者認為 我提出的文明性國家的八條標準 我叫四超四特 超大型的人口規模 超廣闊的疆域國土 超異議的歷史傳統 超豐富的文化基点 獨特的語言 獨特的社會 獨特的政治 獨特的經濟 也適用於俄羅斯 今天上半年我們中國研究員組團 先後走訪了韓國 蒙古 法國 馬來西亞 泰國 俄羅斯等國家 我自己硬要在這些國家 介紹中國道路 中國模式 最新的一次是6月19號下午 在俄羅斯的文化地標 俄羅斯國家書館 做了一個題為 《中國模式及其全球意義》 這個主題講座 我從普京總統讚揚中國模式 說起與俄羅斯聽眾 探討了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 如中國模式的哲學基礎 是實踐理性 中國模式追求良政善治 中國模式發展混合經濟 中國模式地求實現 政治力量 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 有利於大多數人利益的一種平衡 我還概述了中國 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 並強調中國今天已經走到了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前沿 我還介紹中國模式的底層邏輯 也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我說中國不會向外輸出中國模式 但越來越多的國家 正在把目光投向中國 希望汲取中國成功的經驗 中國模式確實可以為許多國家 實現現代化 以及為全球智力提供許多新的智慧 但這是另外一個很大的話題 實際上我在這句中國節目中 也多次有所涉及 今天就不在這裡赘述了 下面我們請中國研究院的吳興文教授 給大家演講 謝謝大家 我正好參加這個復旦大學 中國研究院的代表團出訪俄羅斯 幾天下來可以領略了俄羅斯 作為文明型國家的魅力 看到莫斯科大街上來來往往的 中國品牌汽車和商場裡 中國製造的商品 對俄羅斯這波中國熱和中國模式熱 有一些觀察和思考 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俄羅斯歷史上先後共有四次向東看 或者中國熱 辛亥革命爆發後 列寧 斯大林等共產黨領導人 把目光投向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 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 以蘇共為領導核心的共產國際 積極指導並幫助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和早期運作 還創辦了莫斯科中山大學 為中國革命培養人才 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 這是俄羅斯的第一次向東看 俄羅斯第二次向東看 發生在我們新中國建立以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中蘇結成同盟 蘇聯支援中國156個工業化的項目 在資金 設備 技術等方面援助中國 並派出蘇聯專家來華 指導和幫助中國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建設 同時接納中國留學生 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人才 這可以說是俄羅斯的第二波向東看 1991年蘇聯解體後 當時俄羅斯有部分先知先覺者 開始注意中國改革模式和蘇聯改革模式的不同 即不是貿然進行激進的政治改革 而是首先進行循序漸進的經濟改革 在那時期 中國蒸蒸日上的平穩發展勢頭 與俄羅斯的急劇動盪衰退 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看在眼裡 並開始思考俄羅斯未來的發展道路的問題 這是俄羅斯第三次相動看 俄羅斯第四次相動看 發生在201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之後 至今已持續了十多年 在這一階段 中國發展已從量的積累 變為質的飛躍 而俄羅斯融入西方戰略徹底破滅 面對西方的全面打壓 孤立和制裁 俄羅斯各界痛定失痛 把關注的目光全面轉向中國 與前三次相比 俄羅斯第四次相動看 或中國日 不僅對中國的發展成就 有了更為全面深入的了解 而且對這一成就背後的中國模式 對中國共產黨自國理政經驗 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這波中國日表現出了新的特點 一是聚焦中國發展奇蹟背後的 中國制度優勢 俄中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 專家委員會主席 他夫羅斯基 他認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是繼封建主義 資本主義 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之後的 一種新的世界經濟制度 這種制度汲取了此前模式的優勢 將國家戰略計劃的集中性 和市場的充分競爭性 大眾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和個體創造性的自我實現 有機地結合了起來 黨的領導作用 則是這一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部分 二是重視中國發展成就背後的思想創新 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九加洛夫指出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理論創新 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相結合 這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重要秘訣 三是一改蘇聯時期 俄羅斯對中國的老師和老大哥的 這樣一個姿態 強調俄羅斯必須全面向中國學習 借鑒中國發展經驗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專家拉林 俄羅斯伊茲布爾斯科俱樂部副主席 納戈爾雷等人明確提出 俄羅斯要實現復興 就必須參考並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 另外俄羅斯專家還提出 中國的黨政幹部培養 經濟特區試點 基礎設施建設 實體經濟的優先 電子商務 綠色能源 電動汽車等領域都有 值得俄羅斯學習借鑒的寶貴經驗 在中俄雙方的共同推動下 很多領域的學習交流已全面展開 並且出見成效 試試關注中國模式和中俄合作的世界意義 俄中關係研究和預測中心主任 烏雅拉耶夫發現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過程當中 與各種國家集團 國際組織 專門小組 委員會等發展 雙邊和多邊關係 它稱讚一帶一路倡議 考慮到了各方的關切 征詢了共贏 尊重和信任的價值觀 重視和平發展 互利合作 在這次莫斯科之行中 我們可以感受到俄羅斯各界 對蘇聯時期社會主義更多的懷念和認同 社會主義的某些元素 在俄羅斯也有復甦的跡象 但俄羅斯能在多大程度上遠離資本主義 借鑒社會主義 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 中俄這兩大文明型國家 在上海合作組織 金磚國家組織 全球南方和聯合國框架內的相互學習 支持和全方位合作 必將有助於形成一種 建立在共商 共建 共享 共贏基礎上的 新型全球化 推動世界體系 從單極世界向多極世界進一步演變 最終建構一種更為公正合理的 新的全球秩序 謝謝大家 歡迎回來 本節目是由中國新一代 《高端白酒國園》特約播出的 剛才兩位嘉賓給出演講 先從144小時的免簽過境政策開始說 上老師 我也想聽聽您的感受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來 可能大家對中國也有各種各樣的 感到好奇的地方 比如說以前海外的遊客來中國 會驚嘆於中國的風俗 文化 美食 當然還有大美山川等等 但是這一次來我們在看到 他們發的短視頻的內容 關注點還是有明顯的不一樣 比如說他們會關注我們那麼的安靜 那麼的便捷 那麼的安全等等等等 您覺得這些變化說明了什麼 我想這次免簽帶來的中國熱 有它的特點 一個呢 確實來自於西方國家 或者非西方國家的普通的老百姓 你看光是這個印度的這個網紅 到烏魯木齊 他以為烏魯木齊很落後 結果他跟北京 上海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他站著驚嘆 還有就是西方國家的 因為他們受西方主流媒體的誤導 常見為中國是落後 貧困 不安全 天空都是黑的 結果來自於發覺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 最差一個是互聯網 短視頻帶來的變化 不得不承認就是很多人他是為了流量 因為只要放中國 某種意義上中國被西方罵得太多 也形為一個焦點 要關注中國 不管好的壞 它都關注 結果你想Try to travel 哇 馬上就要點擊 不得了 我看一個短視頻 我自己也逗得著 笑得眼淚都要下來 一個美國人 他學中文 說好吃 中文應該怎麼說 那個人說是 美味的 他就不停地說 美味的 美味的 但是四孫搞不好 所以講成 美味的 你怎麼說 美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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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謝謝 我自己先寫 你問一個 因為之前他們受到的誤導 受到的對於中國的抹黑太多 他們也很想知道 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 王老師看過相關的短視頻嗎 是 看了一遍 因為來到我們中國旅遊的 這西方人物 我覺得有很多 他們國內都應該是中產階級 原來他們對自己的國家 對自己的制度 甚至對自己所住的那個小鎮小城 都是非常有自豪感的 有優越感的 再加上西方報紙對我們中國的宣傳 他一定認為他比我們要高很多 說不定原來是以居高臨下的這個心態 來看待我們中國的 但來了之後 突然發現和他們原來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對 我們國內的互聯網平台上的網友 對這個事情他們也有觀察 就像您剛才說的 不少的遊客利用這個免簽政策來 他可能去的主要一些大的口岸 大的城市 我看有很多中國的朋友就在下面留言 說歡迎您去三四線的城市看看 您也會看到一個非常豐富的 充滿活力的中國 中國網友叫特種兵之旅 他現在這個六天140小時 他就在稍微邊上站著 韓國飛一下 回來又有六天 他幾個六天 他站了很多很多地方 我也看到了 確實有一些國外的朋友 就是這樣反覆用這個140的政策 我們之前節目當中也討論過 許多海外的遊客來 他們會覺得在這裡支付還不夠便利 對 那現在您看 比如說像上海要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也準備了許許多多的Post機 對 總而言之都是給大家提供各種配套的方便 對 也是一種給外國人辦的一卡通 對 從中國熱到中國模式熱 特別是兩位的演講相當一個篇幅 都說到了俄羅斯對中國的觀察 那為什麼他的這個中國熱對中國模式的關心那麼重要 對 我覺得就是這次俄羅斯的向東看 它的這個深度和廣度跟過去不一樣 因為我今年已經三次去俄羅斯了 這個方方面面人接觸的比較多 你看得出來就是大帳有幾個共識 一個普遍認為中國是真的成功了 第二個呢就是他們經歷過 就是戈爾巴喬夫伊利清時期的混亂 這混亂過去我們這個從外面觀察 他可能認為是只有兩三年 他們現在我們普遍共識是可能有整整十年 也就是說其實對俄羅斯的社會 普通民眾的生活帶來的動盪破壞是很大的 對 這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至今這個普京的慰望非常高 因為這種穩定發展和繁榮是普京時期帶來的 你看給我們做島嶼那個 他是在赤塔生活的 他說整整十年 他說日子太難過了 甚至很多時候就是一天的供電量只有兩個小時 因為全部私有化了 他經歷過這個之後就大徹大悟 我還問了俄羅斯一個很資深的學者 我說你們歷史上就是一直有相西看 然後又有本土派 強調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文明 現在看來本土派占上風 這個是短暫的現象還是長期的現象 你問出了大家都關心的這個問題 他說我們先不討論理論 我們就看事實 事實是什麼呢 他說俄烏衝突爆發之後 大批的親西方的俄羅斯社會精英 離開了俄羅斯去西方 但現在大規模地返回 為什麼返回 他們到了西方國家之後 突然發覺就是 他們眼中的西方也不怎麼樣 第二呢 他們還是受到歧視 甚至一些俄羅斯人 他是支持烏克蘭的 到那一刻人家還是把它當另類 你是俄羅斯 我們就不接受 不接受你的文化 所以這種感覺是他們不得不 感覺還是回到俄羅斯好 其實也是事實給他們上了最好的一課 就是俄羅斯這次的這個中國熱 和這個中國模式熱 我是覺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覺得有了質的改變 就是因為我們去俄羅斯參觀 接觸一些人 包括看這個媒體上的報導 變化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兩個原因 一個是確實西方 給他們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另外一方面 他確實看到了中國的發展 中國的成功 這個對他們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觸動 尤其很多俄羅斯人 到我們中國來看了 他們到中國親自體驗了 看了之後 發現是確實不一樣了 我講兩個案例來說明 就是俄羅斯這次向東看的變化 一個是這次在這個 順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 主持人問普京總統一個問題 他說當年歐洲是世界經濟的中心 所以我們建了聖彼得堡 那麼現在亞洲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 我們是不是要在遠東建一個聖彼得堡 很有意思的問題 普京說我們是需要發展我們的遠東地區 而且需要有大的城市 但是我們現在要注意更多的用市場的方法 自然而然形成一個不是我下個命令建一個城市 那麼這是一個案例他們在討論這個問題 特別現在俄羅斯跟北約的關係很緊張 現在莫斯科 聖彼得堡都離西方 離北約太近了 所以這個是他們民間學者在討論這個話題 第二個就是杜金 俄羅斯這個哲學家 2018年到我們來中國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就我們跟他做了很多的很坦誠的交流 這個他到北京去 他聽到那個出租司機在聽京劇 他就問我們一個陪他的研究人員說 他聽的是什麼 那個研究人員說Peking Opera 京劇 他說哇 到中國的這個普通的司機都聽Opera 歌曲 但是這個細節 中國文化是無處不在 它是活著的文化 第二呢 因為他主要在上海待著時間長 他自己就感受每天出去散步 那麼社會的自然 人民實際的擁有的財富 以及各方面生活的便利 所以他得出很簡單結論 中國模式真的成功了 這個結論是很重要的 您剛說中國模式 我們在節目裡面一直說 中國模式它有很多維度 那可能不同的國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 可以取一瓢影 就是用我們中國經驗的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來借鑒一下 那您看剛才兩位演講當中說到的 比如說引用普京的 包括還有盧卡申科 他們對中國模式的一些見解 所以在您對俄羅斯的訪問當中觀察下來 他們對中國模式的理解 是不是真的相當精準 我相信在這麼高層的交往中 他們獲得很多非常真切的感受 了解中國模式怎麼運作的 同時像我們作為智庫 我們跟俄羅斯一直有交流很久了 那麼我們也跟他們介紹中國模式 而且全是開放 提任何問題沒有任何進去 他們問題也很真誠 所以他們現在了解中國模式 不光是宏觀的政治 經濟 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關係 到各種細節 比如你們怎麼培訓幹部的 你們創新方面是怎麼做的 你們特區是怎麼建的 規劃怎麼制定的 越來越具體 其實現在中國模式日 我是發現這次有一個特點 就是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發現 就是資本主義的運作 越來越功能失調 所以這個有很多國家 就是開始眼睛要看其他地方 因為他們要解決 他自己國家的問題 就是你不管什麼模式 你最終總共要解決問題吧 就是美國這個資本主義 你看他現在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所以這個世界人民都看著眼裡 好 我們這樣 現場的還有很多朋友 他們也非常關心中國模式 特別是在國外的人心中 他們怎麼來看中國模式 能夠從哪些角度 來觀察中國模式的長處 我們一起來討論好不好 現場我祝到有一位朋友 是來自於 是今日俄羅斯電視台的一位 我們的同行 歡迎你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親愛的主持人 謝謝你來自從來的 今天 是一場喜愛的 這是一場喜愛的 這場喜愛的 我應該說 川普普總統在 在 San Petersburg 美国服务社会议访问,他不吝点中国的代表 而他提起了多国家得一样的模式 而他们不吝点到一桥了 И最近的年代,Russia看上去的中国代表 在 경年2023年,书 Jung analysed 发表符记 Russia是追求的模式相似于中国的代表 在香港的中心中有了一种政策的系统 在中国的情况下,在中国的情况下, 在中国的情况下,在中国的货席上, 在中国的货币上,在中国的货币上, 在中国的货币上,这些货币上的货币上, 在中国的货币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货币 在中国的货币上。 我应该说,在最近的几年, 在中国的形象中,有增加了在中国的形象 因此,我们的支持和友谈之间, 而作为媒体专业,我应该说, 它是很难破坏的。 有很多东西在中国, 有很多东西在中国, 我非常愉快, Russia Today, 我所代表的专业, 可以在中国社交媒体工作, 有很多中国媒体工作在 Russia 帮助这些东西。 它也可以看到在游客, 因为新的资料, 刚刚刚刚出现, 显示,中国在2024年中, 成立了五个地区的东西。 有更多地区的东西来到中国, 比较到Egypt, 通常是一个很 popular地区的地区。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那种优秀和信心, 那种优秀和信心, 中两个国家, 是显示的。 而且, Russian政府快速执行 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策的方式。 我的问题是, 什么特别的方式, 让Russian商业务联系, 执行, 执行, 更加快, 专业, 进行新的新的计划, 建立新的合作? 谢谢 这一点的重要性 那关于他提的问题 张老师您的观点 我先要表扬今日俄罗斯 因为我们也很关注这个媒体 今日俄罗斯是一个 我们叫做能打仗的媒体 非常坚强也非常顽强 很多西方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等等 都尽他了 就是突然就发觉 很多事情上 人家更多地看 Russia Today来获得信息 他们的口号就是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就是另外的信息渠道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双方 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 最近你讲的这个就是 俄罗斯的企业界 商业界 怎么借鉴中国经验 进行创新等等 我个人觉得 俄罗斯的经济 总体上现在在转型 它的制造业在恢复中 在发展中 很多产品它自己在生产了 中国企业去俄罗斯 投资也很多 这都非常积极的 但是就中国模式 有很精彩的一块 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还有这个就是 国企和民企的关系 怎么相处 所以我觉得 正好你又在中国 你可以聚焦 比方说去深圳做些调研 深圳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政府和企业 和市场的作用 怎么配合的 还有去安徽 去合肥 看看这安徽模式怎么做 也是做得非常厉害 它有种风投意识 选几个产业 只要一个成功的话 它就整个就带来 整个的变革 我是想补充一点 就是其实这个企业 商界采用什么样的策略 战略能够有利于促进创新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一定要保持这个实体经济 在一定的规模上 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 我们想想苏联时期 它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的创新 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上天 最早把人类送上太空 都是苏联那个时候做出来 它为什么能做出来 是因为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化 已经建立了一个 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然后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才有爆发 其实我们中国现在的 这些新三样的创新 都是建立在中国制造业 舍体经济的巨大的规模 和它这个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之上 现在我们非常高兴 看到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舍体经济 在慢慢恢复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制造业优先 舍体经济优先 这个战略绝对要坚持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这次普京总统 在圣彼得报 这个经济论坛中 多次强调 就是要开发远东地区 然后你看这个普京总统 这次访问中国的时候 专门去了哈尔滨 去了哈工大 对 然后呢我们的王毅外长 专门去了这个 俄罗斯远东地区 还召开一些相关的会议 所以我觉得 这一块的合作 潜力巨大 对俄罗斯来说 它是空间布局 更加合理 然后面向亚洲的 这个板块发展起来 我觉得对于两国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好 我们再给这边的朋友 一个交流机会 来 欢迎你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刚刚我记得就是张教授 在他的演讲里提到了 就是有一名法国友人 是在我们中国住了七年吧 对我们的中国模式 是特别推崇的 这不由让我联想起 就是18世纪呢 在法国是掀起了中国热 我就想问一问呀 就是这个18世纪的 法国掀起了一个中国热 和现在呢 俄罗斯掀起的一个中国热 以及中国制度热 有什么联系以及区别 有一些区别 因为18世纪的时候 我们的客观来看啊 我们中国是当时是 从世界方言来看 是农业文明到了最巅峰 当时大家都是农业文明 所以这个时候 像富尔泰这样的思想家 目光投降中国 发自内心地 觉得中国文化太优秀了 背后是农业文明带来的 整体的复苏和和平 因为这么大的疆土 欧洲是天天打仗 而中国虽然有各种各样问题 但总体是和平 这个给欧洲带来震撼 也是我们给欧洲 启蒙运用的贡献 那个时候如果是农业文明 这个是信息文明时代的 这个时候的 对中国的尊重 背后对中国模式认识 为什么到西藏去 到新疆去 整个手机信号 比巴黎 纽约 不知道好多少倍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息革命 我们社会制度带来的 这基础设施是国企建的 让民企把这个电子商业 做到极致 高度配合到中国混合经济模式 这一切产生影响就非常大 这个热会持续很长时间 而且不光是普通老百姓的 来中国旅游发现不一样的中国 而且会最后形成 对中国模式的新的理解 就是这个 我是觉得这两个热啊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相似的一个地方是在于 18世纪 法国那个时候也在思考 就是法国朝何处去 所以他也要找一些 向世界其他地方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现在我觉得俄罗斯也是 就整个国家的认同 自我定位 未来的发展 他们的精英阶层都在思考 这个是一致的 但一个差别是什么 主要的差别我觉得是 当时法国的这一波中国日 他们是通过传教士 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教士 带回了关于中国的很多信息 所以是间接地了解 当然当时中国这些商品 也已出口到了那个地方 但毕竟有限 但我觉得这一波中国日 就不一样了 这一波中国日是 建立在很多交流 特别是很多俄罗斯人 到了我们中国来 实地感受体验了之后 他们长时间得出的 这样一个结果 或者说如果那一波的是 来自于农业社会的 来自于一些对中国 对东方感兴趣的 学者的关注 那现在更多的 你看是全社会的 特别是来自于 普通老百姓的关注 我想这种关注 其实它发挥的作用更大 好 我们再来看这边 还有哪位朋友交流 来 欢迎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在此次 俄罗斯掀起的这场 中国热和中国模式热中 它是否意味着 我们中国的软实力 上了新的台阶 您认为这种中国热 中国模式的趋势呢 会对中俄两国的关系 以及全球政治格局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坐 我倒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软实力 硬实力这个概念 对我们解释一些现象 有帮助 但是也不要过多的 这个前世 因为对中俄两国家来说 它都有自己的软实力 硬实力 而且是高度互补的 你看我们这次 在俄罗斯交流 就发觉就是西方的制裁 一万五千多项制裁 但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是没有用的 就我可以自我生存 因为我有足够的粮食 足够的能源 当然背后有俄罗斯 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它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同时有强大的文化实力 而且和中国保持着 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两个国家之间的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 一种战略协作 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 是现在民间互相之间的 接触非常多 包括网上 各种各样的互动 这一切都是软实力的补充 我觉得这个文明的交流 它往往是先从器物 先接触人家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是如何生产的 它就要追问到制度 然后制度后面的东西 就是观念 价值观 我觉得它是一个 整体性的东西 我觉得很难就是把它说成 哪一个是硬实力 哪一个是软实力 对吧 现在我刚才特别关注 就是制度 包括思想观念 甚至生活方式 就是文明最终 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要给人提供生活方式 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可取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 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谢谢两位嘉宾的观点 也谢谢我们现场朋友 一起的互动 大家通过中国热 来看中国模式热 其实不仅通过这样的一种热 来了解其他的国家 也通过其他国家的视角 更好地来了解了我们自己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也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了解更多节目文章及音频 请关注 这就是中国 今日头条抖音官方账号 以及节目微信公众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